中国时报早报交点下带您关心 国内医疗诉讼案件是逐年增加 一年大约有五六百件要求卫生署 医疗鉴定的案例造成医病关系紧张 卫生署已经研拟医疗纠纷处理法 以及医疗事故补偿法的草案 最快下个礼拜送到行政院审议 草案也强调强制调解的精神 未来如果发生医疗纠纷 当事人或者是家属先经过调解小组 调解不成才可以进入司法程序 但是法务部认为这样的举动将会剥夺民众的诉讼权 恐怕有违宪的疑虑